欢迎收看打开公话麦 我是许仲江 副总统陈建仁昨天公布年金改革版本后 反弹力道有没有减缓 还是冲击面更大呢 尤其劳工部分有没有被拖下水 那么因为这个劳保费率会从9.5调高到18% 等于劳工实际能用的薪水又变少了 而且雇主一年保费会增加到581亿 但是副总统陈建仁上午马上快速的出面澄清 说没有增加那么多了 只有95亿 而且劳工负担20% 那过去年金改革流言满天飞 都不见官方出面澄清 那这回罕见的快速回应 是否能够减缓冲击的力道 不过年金改革砍下来 会变成退休人员均贫的现象吗 领6万还是太高吗 3万2或是2万5以下才不受影响 会不会标准又太低了呢 而国事会议的结论 最后到立法院 会不会又被砍得乱七八糟 另外川普即将就任美国总统 台湾该如何因应可能的变化 中国说不允许台湾参加就职典礼 天红帽还是邀请了陈德明金门会面 春节快到了 两岸气氛能和缓还是冷冰冰呢 相关一体我们一一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民进党立委钟嘉宾大家好 国民党文职党会副主委胡文奇 钟嘉宾大家好 资认媒体人王世奇 大家好 还有网络观察家朱雪恒 各位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年金改革草案出炉 不过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还是不满 认为军公教退休金等于打了五折 这一砍刀刀剑骨 来看VCR 不含口号抗议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 不满成千人公布的年改草案 痛批看太多 总算我原来比方六万块钱 会变三万多 一改革下来 我们从原来的五万多块 剩下四万多三万多不挡 民众投榜布条继续绝食反对到底 不能接受18%优存将逐步调降 六年内走入历史 还有公教人员年金的所得替代率 从本凤两倍变成两倍打六折 对于现在存心制的军公教来讲 那就是这一个本凤乘以二的六成 影响是最大的 至于18%的部分 会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救治的 我们未来的年轻人 年轻世代的老师 我们未来的委任职 或是妻职等以下的渐任职 你都会变成低收入户 监督联盟预估 依照草案 公教人员的月退将只剩下四五成 而退付基金提拨率上限 需要逐年调高到18% 这样的改革道道见顾 提拨率 从百分之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十八 那应该这样讲 这个就是实质的减薪 对劳工来讲 他也是多角扫领 延后退 有没有扫领 完全不会 因为我们手的替代率 一点五五是没有变动的 晚退也不会发生 所以绝对不会有那种 刀刀剑骨的情形的 虽然国防御出面解释 但抗议民众难以接受 22号仍要召集 至少三万人到总统副抗争 连盖旗舰 还是难以化解 好我们看到副总统 陈建仁呢 昨天说明了这个版本之后 到底接受的人有多少 还是很不满 那么如这些反改人士所说 六万会变成三万吗 来请教时期 在这个部分呢 草案是应该还会有讨论的空间吗 那真如他们所说 真的少那么多吗 那不是说这个所得替代率 是大概降到七成左右 那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到底是已经定案了 还是说他们就觉得 就是少这么多 就是这个反对 那再来就说 劳工部分是有被拖下水的情况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每一个退休的人 他的状况都不一样 就是他可能是月退 有的省一次领等等 然后他有的有18% 有的没有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 到底到最后 他会拿好多少钱 其实 其实那个 还要经过精算 对 还要经过精算 所以有一点 有点状况太复杂了 那但是整体而言 也就是把那个 所得替代率八成 原本85%九成的 降到这个60% 就是本缝乘以2的70左右 那所以原则上 大概每个人都会少 因为天花板是被降低了嘛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其实陈杰仁也讲得很清楚 那是为了要 让后面的人也可以领的 否则这个东西倒了 你不管替代率85% 90% 你也领不到嘛 所以为了确保 让你可以领得到少一点 然后让后面的人也领得到 就是年金改革这件事情 势必得做 那有人反弹 就是一定有人反弹 因为从口袋里面 要你掏出钱来这件事情 就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那所以 所以一定会 预想到说 有很多反弹的声浪 可是我倒觉得说 这一次的这个年金改革版本 因为它考虑到了渐进式 也就是让你 不要一次冲击这么大 然后可是又必须要 兼顾那个公平正义 譬如说我们 最常诟病的18%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它拉长了那个年限 使得是可以 慢慢的省下这些钱来 而这些钱其实也没有花费掉 还是补到那个 退辅基金里面去 也就是说它不会把你 这些省下来的钱 拿去买这个做那个 做一些其他的用途 不是 它仍然是属于我们全民的 这是一大部分 那至于说劳工的话 劳工提拨比例 因为其实劳工的薪资本来上限 投保上限定在四万多块 其实是已经被修改过 可是还是很多人觉得 其实不符合现状 所以有些人的劳工的钱 是更多的 他也希望可以再调高那个上限 那也就是说 因为劳工原本的提拨就比较低 坦白讲跟公教人员 自行提拨的比例 就差了好多% 所以劳工那部分要往上跳 对 所以目的是在把劳工跟这个公教 慢慢的稍微拉近 那也就是说 从我的薪水里面提拨出去 并不是它就消失不见 然后使得我的薪水变少 它被提拨去 它就是存在那个大的账户里面 它没有被花掉 那个是让它未来可以领得到就对了 那个是我退休以后要还给我 要让我领到的钱嘛 所以我倒不觉得说 现在有一些批评什么 这个劳工薪资就减低啦 这个加薪就更困难 因为这个老板也要相对提拨 老板要付出580多亿 今天成见人很火速地 跑出来做了一些澄清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做火速澄清 之前年金改革风波烧得这么大 为什么 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没有版本 因为没有底定 所有的人都人心惶惶 非常非常心服气 也没有人出来说明 对 因为没有版本 他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所以大家都会很担心说 天啊 会不会被砍到剩下 剩下一点点 我可能不够 也因此谣言非常多 人心惶惶的状况非常多 整个社会的气氛是充斥不安 那现在既然有了版本 快速回应打击谣言 本来就是政府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成见人倒是今天的表现还不错 对 的确 因为过去总是没有人出来 这个说明或澄清嘛 那今天副总统成见人突然很快速的来回应 今天媒体的相关报道 感觉上的确将这个冲击会降到最低 来请教委员 在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就说对公教的影响 冲击是蛮大的 那另一部分 劳工是不是也受影响 必须可能他必须缴的要比较多了 也就是说劳工在薪水又不高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感觉上 薪水好像相对又变少了 那这个部分到底这个冲击的评估是如何呢 我想所谓的薪水变少是说 你现在的可支配所得 可能如果在你薪资结构不动的情况之下 你会觉得多久保费嘛 那可以用的钱就变少 那从刚刚实习说的 你现在可支配的稍微比原来的少一点 你存进去的保费多了 那表示你未来可以领的变多了 是存给自己的 是存给自己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里面完全没有所谓的损失感 只是说这笔钱你什么时候用 你要今天用还是退后再用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那过去其实我们过去在劳工保险的部分 一个最大的过去最大的进步 就是在陈市长当委会主委的时候 就把这个改为可惜式 因为以前劳工去存这个退休提拨 他是在同样的雇主 在那个公司退休才能领 后来你变成你个人账户之后 你到处可以领 就实质上的过去 从我存进去退休才可以领的 是放在公司那里 变成放在我这里之后 你这里这样的一个概念一转变 你劳工可惜式之后 你现在存的都是以后你可以领的 坦白说只是现在用跟以后用的差别而已 那至于建进式的改革 本来陈副总统说的就是 每年就是先调0.5 但是不是说一定要调到18% 而说先调0.5 那过几年后看一看不行的话 那我们在每年调 所以是逐年调高的 那如果逐年调的过程中 发现已经稳定了 那或许后面的就不用调到18% 而是说在前面的0.5 0.5的调整当中 如果财务结构改善了 那么大家可以在年金的制度上 慢慢健全了 或许就不用 但是最多最多也就是调到 保费的费率是18% 那至于说公教的部分 我是觉得刚刚看到好几个标题 有些看到我们的新闻画面 其实我们在谈年金改革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盲眼 就是把现存的都当作合理的 其实是因为现存有很多不合理 我们才要改革 那改革不合理 当然改了之后比较合理 现在不合理 那不合理的路比较高 改革合理后比较低 那你怎么说改了少了 0的少了就不对呢 更何况改了合理之后 是为了开勇去经营 比如说先谈一个退休年龄好了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 老师也是65岁退休 那有没有人会说 老师没有做到65岁退休不好 因为那时候外面的工作 可能你有一个工作饭碗 你做到65岁退休 可以领退休金 可以多做不是很好吗 那是因为我们要问 教师年龄 退休年龄的往前提升 其实是跟因应的少子化 少子女化 需要的失资的数量降低 再加上我们的失赔 在调控上面 我们本来在战后硬核潮 需要大量的国民教育师资 培养了这么多人 后来你人变少了 老师不要那么多 那怎么办呢 赶快那些已经先进入职场的 五六十岁 你们先退 后面才能新陈代谢 我们如果没有回顾到 这个当时的历史事实 我们说 这个老师怎么可能可以 交到六十岁呢 我小时候 教我的老师六十岁的 不是都有很多吗 后来会造成抢退的原因 是不是也因为制度的改变 也就是说他早退 他可以领的更多啊 是不是这种情况 后来再进入年金改革 这样的时候呢 有人就会抢退了 那抢退呢 其实呢 政府在这老师的退休 我是有些地方证 我在地方证我待过 其实有时候你很两难 因为他越早退 表示他一辈子 活越走就领越多嘛 你越早退 你可以越的领的时间越长嘛 越早退表示 你脚的时间越短嘛 你脚的时间缩短了 领的时间变长了 你想怎么可能平衡呢 所以 可是那时候考虑到说 我新培养出来的老师 如果这些人不退 没有缺 没有缺就没有办法 考新的老师进来 会造成新陈态系的塞车 所以那个时候 的确是在这个困难的 职业则之下呢 让老师呢 就是提早退休 那老师也的确考量到 其实在几年前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 风吹草动的时候 有时候那款外退一退 退一退我就说 落代为安嘛 但是现在呢 落代完的结果 有没有 没有比较好 为什么 现在很多提早退的老师说 那早讲嘛 不然的话我就干到60岁退 我干嘛现在50岁退 我现在要是年金变少了 那我后面的收入变少了 那你让我回去交好不好 所以现在当时抢退的人 又正正有直说 那你应该让我回去交书 所以怎么改 其实改革不合理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既得 他有的变少了 他一定会抗议 但是我们社会上还是问说 合理的目标是我们追求的 不合理的现况是要改革的 对 不过因为当初 会有这个情况 其实归根究底还是在于 制度被改的不合理 所以会造成很多人抢退的情况之下 结果这个退休领的 还比在职的还要更多 那当然这就是所得替代率 所造成这样不合理的现象 来请教学员 刚刚我们看到这些反改人士 就是我们6万改到5万4万 活不下去了 但实际的情况真是如此 当然如果说去对照 目前劳工的情况 那恐怕现在月薪都还没有 他们的退职金高 我觉得如果这个数字 真要拿出来比的话 台湾有大概300万左右劳工 薪资是在3万块以下 那坦白讲 如果你觉得5万块4万块 活不了的话 那台湾有300万人 是低收入户了 台湾有300万人 是活在贫穷线之下 不过他们也说 这种情况会被照顾所谓的军贫 就是把那个天花板往下拉 我觉得这样坦白讲 今天改年金 其实是不得不然 不是说我们看你们领很多薪水 然后大家觉得 这个领太多逗垮他 不是 是接下来就要破产了 是连你也没得拿 那不是减少 那是你一毛都拿不到 你还在跟我讲低收入户 要不要想想看 如果年金倒了 你一毛钱都拿不到 希腊的先例是什么 希腊的教师上街丢汽油弹 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完全拿不到钱 还有教师上街 抗议到后来 他直接找了一个地方 就羞愤自杀 因为他觉得 我这么努力 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国家最后背叛我 好 坦白讲 国家在规划年金制度 当初确实不够完美 所以导致现在要破产 那你不能说 对不起 拿到我口袋里的 就算要破产 大家同归于尽 我一毛钱也不拿出来 这个是不对的 别忘记你有下一代 别忘记 李莱熙所讲的 什么以后老师 会变成低收入户 讲明了为什么 是因为李莱熙你拿走了 你把年金那些钱拿走了 所以导致后来的人 我坦白讲 大家要知道 这一次的改革 没有一步到位 他不是真的一次 把破产问题解决 还是渐进式的 对 让我讲明了 公教的破产时间 分别是民国133年 跟民国132年 那你算一下就知道 如果一样是以65岁退休的话 那你剩下的时间 就是从132年算一下 你现在如果差不多38岁 40岁左右 那坦白讲 你就是一辈子缴年金 但一毛钱都拿不到 那破到那时候就破产了 对 刚好他退休就破产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其实目前的改革 保障了40岁以上 到65岁之间 就25年的公教成员 那他们退休 可以拿到钱 长或短不一定 但目前如果你是40岁 坦白讲很难 不过那些反感人士说 他们还有外汇存底 4000多亿美金 那这钱是可以拿出来用的吗 李来西还跟你讲 基金操作可以8% 怎么可能 8% 9%是在股市永远都压对保的状况之下 好 坦白讲 第一个 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你过去已经拿了 我觉得你要思考的事情是 你再继续拿 再多 你最多拿十几年 照目前这种规模 你就破产 然后再来 你最好每一个给我站出来 那些公教 因为军这次没有改到 公教站出来跟我讲说 从5万块降到4万块 你明不聊生 你交不起这个钱 你家连好一点的计程车都做不起 你没有办法请外劳来帮你推轮椅 但坦白讲 退休金的目的 是要让你能够存活 还是要让你过得爽歪歪 可以到处消费 帮你儿子买房子 出国去玩 我觉得大家要想清楚 社会福利不是这样子用的 社会福利不是给你6万 8万 7万 然后让你可以尽情消费 而是社会福利给你合理的收入 让你不会穷困潦倒 但我觉得刚有一个绝食的公务员 我听了尤其生气 他是云林的公务员 他说要退休 拿4万块 不行了 这个减太多 你要不去问问看 我跟你讲 4万块你赢过台湾 大概370万名劳工 是在职在工作的人 那请问你退休了 一个礼拜周休7天 每天24小时都在休假 然后你告诉我 你拿4万块活不下去 民不聊生 你有没有替下一代想 你有没有认真的思考 这个制度你再继续这样拿 就会垮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年金改革 我认为 其实现在还是留一个尾巴 比较危险的事情是 10年之内 恐怕还有第二次改革 而那个改革 恐怕还是不够 对的确 如果说退休能够拿到4 5万 但问题是 现在有多少人 是一个月薪水才2 3万块钱 来请教文奇 在这个部分 副总统陈建仁昨天 所提出这样的一个版本 到底能不能接受 还是说军工教 觉得被捡到都不能接受 我想陈建仁的说法 我觉得也许他真的有诚意 但是我一再强调 所有的政策都是听其言 观其行 当然所有的改革都会有阵痛 除了我们有一百分的冯士宽 可能他推出来的政策 会一百分以外 当然所有的政策都有人会得力 有人会受害 可是为什么一个政策 我说劳工 当然刚才嘉宾委员讲得很好 我说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 有未蒙其力先受其害 容许我这样讲 你回到这个制度面 就是当初年金改革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说 他如果真的就像 刚才嘉宾委员讲得那么好 我觉得真的 大家的大方向都是良善的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的好 这么棒这么对的话 为什么他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不管他的地点一变再变 我们一直讲说黑箱作业 一直到最后他还找了很多的理由 对不起 容许我举个例子 当然我不要讲说什么 是不是说史上最会沟通的一个政府 你只要看到那时候一例一休 不是我们的行政院的物价条组 他挑了好像182家 只有一家说一例一休 你只要去问老百姓 问这些企业主 真的是这样吗 答案就出来了 我就说可是这个政府不要骗 骗我们老百姓 如果这个东西政策 真的是说为了我们的长治久安 为了年金制度的永续经营 不管是132年133年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需要讨论 过去的所得替代率 是不是过高过低 可是你看看如果真的他愿意跟所有各阶层沟通的话 理论上既然我的东西很棒 我应该就不用怕跟大家做沟通 可是你看他的一变再变 孙悟空有72变 结果没想到我们政府有三变 再来我要提到 好我们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一些利益团体 我说包含李莱西什么彭如玉 这些所谓的异议团体 有没有被受邀 如果我们总统府或是这个年金制度 是开大门中大陆 他们有受邀请他们不去吧 对不对 我说除非李莱西 没有我昨天看了报道 李莱西说他没有收到 当然这个谁说谎谁就要负责 还有国民党也是不参与 国民党不是也有名额 但是国民党不参与 不 重讲我要跟你讲 国民党不参与是因为他全部都大拜拜 你把那个流程看一下 而且我觉得容许我这样讲 家宾委员你先让我讲完 我说家宾委员他们讲得很好 那我要讲大鬼小鬼一起抓 如果我们说这些年金制度真的都有问题 请问我们的李远哲前院长 他领的那个在他的任内的利益回避 他没有回避的状况下 一个月领50几万比现任的总统 都还要来得高 50几万合理吗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大家在检讨改革的时候 既然你说就是要转 我不敢说这是不是转型 就是说你希望能够永续经营 那现阶段发生这件事情 为什么不一起解决呢 所以我才说 我们在看待民进党政府 我觉得是说他们讲的都很好听 我们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 可是实际上我看他的作为的时候 他没有广邀 譬如说宫廷位是不是黑箱作业 事实上我们看到从何时 一例一休再到年金 现在民进党的一个决策模式 当然都是黑箱 文琦说没有广邀 但是感觉上好像是这些邀请人 是不去宁可在外头去抗争 文琦你没有关心过年改会 他们到底为什么会走到今天 并且提出版本吧 第一个是说 从6月23号开始 每个礼拜四就已经在开这个会了 所以等一下 所以这些意见最多的人 他们每一个礼拜都在会场当中 后来开了20次会之后 副总统知道他们的意见很多 因为身为一个招集人 所以还个别的去跟这些人沟通 也就是说 跟意见多的人进行沟通这件事情 这个政府有没有在做 有在做 所以一直到现在弄出了一个版本 那我不知道文琦讲的这一变再变 是指他的地点上面的改变 还是说他版本上的改变 因为版本昨天才出来 并没有一变再变这件事情 那文琦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说 他特别单挑李远哲领 五十几万这件事情 如果中研院的这个职务 你们觉得他不应该领 这些东西都可以纳入讨论 他为什么不一次改 因为这一次只有改公教 那至于其他的13%要不要改 也要改 那至于法官的要不要改 也要改 但是不在这一波 也就是说这个政府他有步骤 他不是告诉你说 我今天推出来 全部的人一网打尽 两千三百万人统统改 文琦我们先来看 其实我们这次都要讨论 所谓制度的改革 而不是针对人 毕竟这些人不是说 他想领五十几万就能领得到 我们来看到这个年金改革国事会议 礼拜天是要登场 民进党团今天是有开记者会 那是点名 这个带头军公教抗争的 这些李来希 黄耀男这些等等 他们是一个月领八九万 那么带领却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他们是厚颜无耻 我们来看VCR 民进党团贴春联 死报退奉绝食 反改革一哭二闹三上吊 横批月领七八九十万 这么嘲讽的话 民进党立委要送给带领军公教 抗议年金改革的干部 像是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希 如果以年资三十年十二指等 再加计十八趴 他退休后月领约九万 监督年金改革行动联盟召集人黄耀男 也是以年资三十年六百五十新典计算 再合并各类给付 月领约七到八万 退役中将吴思怀 胡竹生 月退奉更超过十二万元 那如果把现在在我们绝食代表的这些人呢 所有的六七位 把他合在一起看的话呢 这六七位绝食的代表 每一年可能要领走 每一年要领走我们国家 纳税人将近六百万元的年金 如果这些自私自利厚颜无耻的人 还要继续对抗改革 我们只能再一次的重申 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民进党立委痛批 带头抗争的人退休领保保 才带头反改革 为了不让各类年金破产 年金改革委员会公布改革方案 要分六年逐步将18%优存废除 第一年先砍半 公务人员所得替代率 要降到本凤两倍的60% 超过的部分先调降至75% 再逐年调降一个百分点 但月退总金额低于25000 或是32160元的将不再调降 清理年金年龄延后到65岁 仅销维持七零至不调整 高中以下教师为60岁 李来西先生提到说 一体是用一个保护给付的额度 其实那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所得替代率相同 它的给付水准还是不同的 就是高薪低薪还是会有差别 并不是所谓的大国犯 或者是共产党 年金改革方案内容不只要对外说明 零万亿也到立法院 跟18位要出席国事会议的 民进党立委沟通 年金改革启动非成功不可 好 我们看到这任何改革制度 要再推行 其实都必须去减少一些反弹的力道 因为这次年金改革 真的是反弹力道非常的强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立委 如果说再开记者会去攻击个人 我想先请教学很好了 你怎么看这样的情况 当然就这些人 我刚才也提到了 不是这些人能够说想领就领 而是因为制度的设计 让这些人变得领这么高 那现在如果说又再去攻击 这某某人说领他这么多 说实在这对于你的改革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反而没有办法去减少 所谓的减缓这些反弹的力道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战术上没有不对 你第一阵之中要斩旗降临 才能够阻止他的抗议 可是战略上不已 也就是你把一个年金改革 说成个人恩怨 这样会导致你改革推不动 就跟当时反年金改革人直接打零万亿 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又怎么样 那两方在这个时候就是 我直接就这个直接砍马脚 让你马跑不动 可是问题是改革还是必须的 我觉得这个记者会今天多开了 因为坦白讲 年金改革阵营也不是完全没有错 也就是我其实认为 这个年金改革方案 早在去年开20场会议之前就可以提出来 然后大家照方案来讨论 然后才可以说 这方案这样算不行 那样算不好 可是你现在等到年金改革总国式会议 22号要开 结果你昨天下午或是今天早上 完整的资料才公布的话 其实大家没有就事论事 也就是李来世我都放弃了 反正他就是要骂人我不管 可是他反正反到底的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算一下那个数字 因为譬如说 我真正担心的是 这个改革 劳工也就是劳退 民国125年破产 也就是这个是 阶段性改革的意思是 他的确把破产往后推 可是问题是 他不是解决破产问题 他是把破产时间延后 可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民国125年破产 你今年是距离大概20年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 你是劳工 如果你45岁 你又是刚好缴一辈子 领零块钱 那我认为这个东西 最后要做的是 第一个 其实我讲明了 反正得罪人就算了 对不对 我不是零万一 第一个 所得替代率六成七成 根本没有办法 那已经变成世界最高了 你不可能 你觉得还要再低就对了 我们仅次于希腊 坦白讲以这个状况 我们是仅次于希腊 那希腊都垮了 对那希腊都垮 你觉得我们可以撑多久 那五成以下可以讨论 因为坦白讲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东西 我们所有年金 到底是社会保险 还是社会福利 你算一下就知道 劳工的合理缴交的钱 以他退休要领到 这样子已经算低的一个状况 他要缴23.6%左右 大概2325左右 那你现在缴多少 现在缴9.6% 你以后要调多少 18% 都还是不够的 那所以换句话说 我觉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社会福利 好吧 政府付所有拨补 但问题是 当你把劳工调到18%的时候 会不会对薪资有所影响 但如果是社会保险 那就是维持你最低基本 生活方式就够了 领5万6万 这个超过台湾400万的 领薪阶级的这种数字 这根本不是一个 合理的退休年金 好 学恩其实提出问题 就相当的关键 也相当的实质 来请教委员 怎么样看 现在就说 民进党想要推证年金改革 阻力非常的大 但问题是如何去减缓 那现在如果说 再去针对个人去攻击 当然也有这所谓的战略 跟战术运用 那只是说 如何去降低军公教 对于现在民进党政府的 可能产生的一些 这个无法信任 或说不满 那该要怎么做呢 我想在目前对于年金改革 所谓的监督或者是持比较反对 或保留态度的 有几个意见领袖 那当然他们可能代表的部分的意见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 我深周边去的 其实很多的退休人员 他要的就是赶快确定 因为每个人都是量入为出 尤其到退休之后 你不可能再去挣更多的钱 但是你的开销可能是固定的 那不管这些开销 是不是维持所谓的退休的 有尊严的基本生活 有的人甚至说 我这个房贷 那你说你干到了退休 还在缴房贷 这个房贷是你维持 有尊严的退休生活的 一个必要支出吗 当然不是 可是既然现在已经在退休的人 他已经预期了一笔 可以领的月退金 就年金 来支付他目前的各种开销 那你要让他感受到 收缩的时候 当然他一定会痛 可是他们其实要的是什么 就是明确告诉我 什么时候 多少 他可以调度 那因此呢 为什么这次年金改革 会用渐进式的 以至于刚刚学生所说的 为什么你改了之后 还是只不过延长到133年 133年 甚至125年 为什么 因为你一步到位的改革 会使得原来可能 他比较多的 他冲击太大了 那你需要把这冲击降低 那只好渐进嘛 那渐进的改革 它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 没有错 的确只是把破产的事件往后拖 但是你把这个冲击降低之后 你这个改革呢 大家慢慢可以接受的时候 我们才有基础去讨论 进一步更理想 能够永续的 这样的改革的办法 那至于劳工的部分 我也要讲 其实劳工的人口很多 900万 那么今天呢 这最重史最高吧 保费费率是18% 18% 其实两成才是劳工的致富 对不对 政府一成嘛 雇主付七成嘛 那这两成的 18%的两成是3.6% 所以其实呢 劳工在因为这样的调高 在你的整个薪资 所得当中 可支配的额度 占的 还是相对是少数了 但是如果你说 我这个不调高 好 那你要确定剥补制 你要呢 靠税金来补 那税又是谁交 税还是雅毛出财 所有赚钱的人 纳税人在交 所以今天这个年金制度呢 就是回归到说 我有能力赚钱的时候 那我透过保险的制度 有能力负担多的人 多负担 能力低的人 负担少一点 但是最后大家可以领到一个 差不多刀底 不会相差太大 可以维持一个 有尊严的退休生活 这就是目的 文綺来 简单的来讲 我觉得刚才学恒 讲得很好 我为什么讲说 他说连计算的版本 为什么没有现场看到 我的意思说 其实这么重大的事情 其实他要先有一个东西 包含我讲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 当然就是1月20号的时候 至少李来希说 他当天是没有收到 所以我说 整一个事关一个 这么重大权力义务的变更 其实政府应该要更谨慎小心 而且我觉得 包含这一次的这些 所谓的异议团体 所提出的一个 包含所谓的基础年金的设计 那是更核心的问题 可是我们政府 也不愿意去讨论 容许我回应一下 仲将刚才讲 其实你说 我其实不是针对李远哲个人 而是李来希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有 讨论改革的空间 可是他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 那不是他任内他自己自肥自己 可是李远哲的院长 是在他自己的任内 通过我是院长 我通过以后 要特并我研究员 公司之间不分 所以我的意思说 这个东西是我们要严肃 看待客气 没有人认为说 改革是不应该的 来来来 那个石琪来 如果觉得他是 图立自己自肥自己的话 你们国民党怎么不去告他 就把他告垮啊 告垮他让他不能领啊 国民党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但是我觉得 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民进党 可是国民党都没有动作 其实向来都告诉我们 他是标准清廉情真爱相赌 其实这个东西 也不用等国民党 其实民进党自己就可以开刀 尤其李远哲 是国民党自己出来的 国民党当然有责任 去把他揪住来就告他 然后我们的李远哲 还是支持我们小英 不是 因为个人领多少 其实真的是 重点是整个年金的制度 要怎么去修得更合理 才有办法 让更多的人 可以领得更久 而且这个年金的版本 他也预设了说 在什么什么时候 就要再进行检讨吧 因为他们也明白 不可能一套制度 他可以用一百年吧 就像之前的这一套 现行的这一套 用到现在就已经快死掉了 就已经快完蛋了 所以隔个几十年 它是设定三十年 三十年之后再进行一次检讨 然后再设计 更适合当时社会状况的 那样子的制度 我觉得那也是合理的 简单来讲 我们是希望他们 再提供这个版本 不要突袭式的两天前 一天前才告诉你 或是我资料丢在网路上 那不是真正 因为礼拜天还有国事会议 都还会在做讨论的修正 到底是怎样的 还是要到立法院 来透过立法的程序来完成 而且就跟你说 一月底就要公布版本 谁在偷袭 对 年金的这个制度 最后还是要决战立法院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再来关心 川普即将在今天就任美国总统 对美中台三方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尤其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春节快到了 两岸关系的气氛 会和缓吗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川普今天即将就职 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纳 设宴款待 我祝贺团 外界担心 川普会不会把台湾 当筹码卖掉 佛纳说 他对川普有信心 而且有台湾关系法的保障 台湾不必担心 我们来看VCR 下车直奔餐厅 我国川普就职祝贺团 抵达华府的第三天 马不停蹄 连中午吃饭时间也不得闲 我国川普就职祝贺团一行 和美国传统基金会 就在华府的这间餐厅包场交流 长大一个多小时会谈当中 团长由习坤代表致辞 尤其坤发表演说 特别向传统基金会道谢 因为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纳 就坐在台下 与台湾关系友好的他 传出就是因普通话的前线人 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 他是资深顾问 他给我一个名片 那里面就是资深顾问 而且他特别强调说 这张名片就到明天为止 所以由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他在新任总统的团队 应该还是有一些影响力 佛纳是川普的重要幕僚 他创办的传统基金会 也是共和党主要的智库之一 因此趁着会面 游其坤提出希望加强台美经贸合作 共同维护亚太和平 以及协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建议 还有住客团团员当场问起 川普会不会把台湾当仇骂 他说有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就在那边 是美国的法力 要怎么样能够出卖 他对川普总统非常有信心 然后对美国的政策 因为有台湾关系法的保障 所以要台湾不必担心 随着川普上台 美中台关系产生新变局 更期待这些台湾的老朋友再推一把 好 川普今天即将上任 那外界关心台湾会被当成筹码 卖掉马来请教时期 在这个部分 美方人是说有台湾关系法保障 那我们台湾就不用怕吗 那另一方面当然说 中国呼吁美国 不许台湾参加这个就职典礼 那说实在这对两岸关系 不是又雪上加霜吗 除了弗娜这样子讲 其实叶旺辉也是他们共和党 一个蛮重要的人士 他也特别在访问当中 他也提到说 叫台湾不用担心 川普未来在跟中国进行谈判的时候 也会跟台湾谈等等 可是我觉得啦 就是说台湾未来会怎样 是要看台湾自己 因为川普是一个 跟过去的美国总统完全不一样的人 所以你也很难从他的 过去的形式风格来判断说 他以后在处理国政的时候 会依循怎样子的规则 看起来他不是一个有规则的人 那所以面对这样的变数 有可能是一个风险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那个状况 都是处在一个不稳定 所以你无法预测 那尽管有美国友人的保证说 放心啦 不要太担心 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要看自己 台湾自己能不能够做大 自己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操之在我 因为我们无法操控美国 我们也无法操中国 所以我们只能操纵自己 让自己的影响力 尽可能的扩大 让美国在对抗中国的过程当中 就算他们要谈判 也不敢忽略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的经济的实力也好 战略的重要性也好 唯有提升了自己的影响力 和重要性 才会让川普未来的施政 不会放弃台湾 不会让台湾纯粹的成为一个筹码 或者是一个垫脚石 所以我觉得变数存在 机会也存在 台湾要看准那个机会 说不要让这个机会跑掉了 我们还坐在这边等待 是的 当然川普 因为应该是美国史上 一个最非典型的一位总统 那只是说他在就任之后 会如他在选前的时候 那样的所谓的口无折拦 还是说他会回归到制度面 来请教委员 在这个部分 其实美国有他的制度 那当然美方的这个 有人也特别说 有台湾关系法 有制度面 包括共和党的党纲等等 六项保证也都入法 也就是说川普 即使过去怎么样这个说话 让人家觉得很 语不禁忍 死不休 但是他救人之后 终究还是有这个制度面 可以做一些规范 在这个部分 台湾是不是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 没有错 有人说川普是务实的 有人说他是现实的 有人说他是超写实的 但我想他进了白宫之后 我想从大家过去对美国这个国家 毕竟他是一个现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他的国内制度怎么走 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的总统还是受限于他的宪法 他的法律 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总统一个人不可能超越在国会 跟宪法之上 为什么说不能超越宪法 当然不用讲 超越法律也困难 那你要在国会之上 别忘了 美国的国会是可以跟总统对抗到 要求你联邦机构关门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或者说根本不是政治人物的人 人当了美国的总统之后 他可能慢慢的要适应说 他逐渐的会被这个华府的 不要说是官僚 不要说是樊文禄杰 尤其是在国防跟外交 因为美国是一个世界的强权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利益 其实是长期以来 由他们的外交跟国防部门 长期以来在维持 也就是对这些美国的国防部 跟外交部的这些官僚来说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巡抚一个 刚上任的新手总统 我想很多的美国总统在社会的回路都发现说 原来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讲的他想的 都不过是代表着那一时的民间的意见 多半数的名义而已 他进入了白宫之后 他有很长的四年 不是让他好好发挥 而是让他好好的去适应说 怎么样去实现 交付他身上必须贯彻持续的 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防政策 所以这一点美国的在国际上的角色 他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很少因为总统一个人的好恶 或者他超写实超现实而改变 而是他底下 包括你说传统基金会 其实像这样的基金会 他在法府 他所扮演的游说的力量 他跟这个国会的关系 都是一股力量 到底是传统基金会在贯彻川普的意志 还是在影响川普 我想这也都很难说 所以我是觉得说 刚刚说的没有错 从周边华府的这些长期来 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 这些相关的团体 我们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的外交政策 长前来看 还是持一个稳定的走向 只是说在初期 可能跟他们新任总统 要有些磨合 这个磨合插出一个火花来 也是媒体所拭目以待的 当然也会让周边的国家 或者高兴空欢喜 或者说捏拔冷汗 这都是很难免的 那委员你怎么看 就是说你既然都知道 川普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中国为什么 还要去呼吁美国说 不要让台湾参与这就职典礼 说实在的 这感觉上有点唾面自干 对不对 或者说你这个也显示出 你自己的粗暴无理 是啊 最近这从520之后 中方对台湾的很多的打压 其实都是单方面的 也就是说 他要求的在国际上来讲 是根本没有明显 你看这个代表团的层级 你看看 我们有国会议员 对不对 有地方首长 但是真正的中央政府的 现任官员有没有 没有啊 所以其实这个代表团 他某个程度上来讲 就是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之上 我们台湾跟美方的共同的默契 我就是以一个这样的 一个性质的代表团来参与 那你连这样的东西 都要表达抗议 那岂不是显得很小价值气吗 难怪网友说 还没到中午时 因为我就打哈欠了 所以我觉得呢 这只是持续的 目前台办 他们一贯的对台 目前还是在拉高 那个张力的对断 但是基本上 对实况上有没有影响 一个管理团 有影响到美台中的外交关系吗 应该不至于吧 所以我是觉得呢 包括国台办也好 包括中方的官员 他们这些的抗议也好 这些反对也好 我想都是小动作 都不会构成主要的影响 来文奇怎么看 这个川普即将上任 还有这个两岸关系 那中国如果持续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春节前 我们说两岸关系能和缓吗 还是持续的冰冻 我想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态度上的 不管是哪一种态度 我觉得它终究要面对 台湾人民民意的一个检验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我非常认同 刚才实际讲 就是台湾的经济自己 因为美国凭良心讲 美国怎么做 我们没办法控制 但台湾自己的经济 比要做大 因为那个是台湾 真正能够拿出去抗衡 包含是我们民主 是我们的武器 可是我们只要关注说 美国过往 你如果仔细去算 其实从1949年到1979年 好像感觉上 他平均每30年 就会出卖台湾一次 最近不是看到 维基的解密说 希拉伟曾经有讲说 以免除 中共免除美国 对大陆的债务来交换说 干脆就把台湾放弃 所以美国这个朋友 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敌人 因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 没有永远的朋友 所以我说我们对于他们 真的不能够太过掉以轻心 我要讲 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真的就像说 川普上来 真的对台湾 真的有一些主权 或是尊严 或是经济上的话 其实他现在可以做的 就是虽然说 他那个所谓的相关的政策 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TPP 他不要 但是如果他真的要把台湾的经济 给搞起来 其实包含所谓的FTA 自由贸易协定 这就是他可以给台湾 更好的礼物 因为台湾真的自力自强 也许就需要美国的这份礼物 所以我们包含看到 日本交流协会 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日本交流协会的改名 或是美国的这些善意 我要看到的实质 能够把台湾的经济给养大 那我最后要强调 就是说当电影 我们常常看 当美国人跟你讲说 不要担心的时候 那个才是你真正 最要担心的时候 因为他可能在说反话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执政党 是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其实真正要解决问题的 就是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不管怎么样 你们当家了以后 请你们实际解决台湾 面对的所有的一个困难的难题 其实提醒了 这个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当然两岸之间 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风吹草动 会有些变化呢 先休机会 马上回来 好 川普台北时间今晚即将上任 台北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来请教学恒 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第一个 川普的不可预测性 真的太高了 去年11月的时候 网络上对川普所做的一个 行政团队的挑选 感到非常震惊 为什么 第一个他做了政治正确的事情 他找了一名黑人 找了一名女性 然后找了一名同志 进到他团队里面 但问题是 这个黑人歧视女性 这个女性恐同 而这个同志是种族歧视 所以都互相 有人讲说 川普找这个团队根本在养骨 就是三个人是彼此互相痛恨的 所以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是因为川普做的很多东西 真的没有办法预料 譬如说 川普本人觉得 俄罗斯还不错 那你可能有介入选举 但我们不要跟你有什么太多敌对的立场 但问题是 他的国防部长 Maddoch Matisse 是坚决支持北约 要对抗俄罗斯 好 你觉得这样已经冲突了 对 我有冲突矛盾了 他的国务卿Tillerman 是普丁的好友 以前开发石油的时候 跟普丁的左右手 简直麻吉到不行 那这样子你整个环节 看起来 天下大乱了 对 他的国务卿跟俄罗斯好 国防部长觉得俄罗斯需要防堵 然后川普觉得不应该支持北约 国防部长觉得要跟北约是好朋友 那这整个逻辑跟以前所有我们所熟知的华府政治 所有熟知的美国传统立场都相违背 那你甚至不能够预测 川普自己讲了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曾经受访的时候 讲过所有的话 跟他现在能做的事情 还不一定能够兜得起来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边必须要小心的是 之前不是有一个川普的重要顾问 说要让美军移防到台湾来 那有些人高兴 但这些高兴的人可能没有去问过冲绳人 对冲绳来讲 他们恨死了普天尖基地 恨死了在那边所有的美军基地 因为美军在外的基地是有治外罚权 也就是他们遇到什么状况 开车撞死人 美军 还有强暴的 强暴 惹人 然后最后都判无罪 为什么 因为当地没有审理权 他要运送回美国本土 军事法院审理 然后就说不好意思 资料不足在冲绳 这一定被批评上权入国 是 所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冲绳人竟然曾经有20万人上街 抗议要求美军要撤军 现在川普有个顾问讲说 以后是不是要把这些美军 移到台湾来的时候 这不一定是个好事 别忘记你能想象 如果清泉刚有美军出来 酒驾撞死人是无罪的 对台湾来讲 可能真的不能接受 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所以简单来说 川普是一个不可预料的人而已 那所有人我们都要想象 所以不太好